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饶恕去传发 那如果你现在在海外的话 你上Google一查的话 到处都是 那我也就有的时候 我就看一下下面的评论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绝大多数翻墙的朋友 很多对有关活摘器官这件事情 他认为就是心里无法接受 不可能出现 不能有这种事情 他不能接受和不能面对的时候 我个人说法 从心情上我非常能理解 我现在都可以回溯到2006年 当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活摘器官的时候 我同样是无法面对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在华盛顿DC 看到了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是因为她老公在东北 她本身就是主刀的医生 那一年做了2000多个眼角膜的移植 就她一个人操刀 那造成她的什么状况呢 就是晚上睡不了觉 精神失眠等等等等等等 在实在是无法面对的时候 站出来说了那一番话 而当时我自己在现场 我听了之后 我印象中我只扭脸 我就不能够相信这是真的 包括我自己 随着后来时间的推移 随着加拿大两个著名的 在主流社会当中极其有名的人物 大卫·马塔斯和大卫·Q格 大卫·马塔斯是加拿大国家寻章获得者 是加拿大最著名的人权律师之一 如果大家能搭上扣的话 赖昌星的案子 就是他来提供律师咨询的 这样可能大家就能对上 他是加拿大非常有名的人权律师 而大卫·Q格呢 在加拿大的国会服务过32年 他曾经任加拿大政府的亚太司的司长 主管中国事务 这两个人花了几年的时间 用了尽可能多的办法 大概五十几种 来调查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用大卫·马塔斯的话说 在他经过三次调查之后 他的结论就是 从未见过的这个星球上的邪恶 所以不是您无法接受 我也不曾接受 没有人能够接受 但是当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 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那是什么心情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一点 中共在权力斗争过程当中 我不提这件事情 我就等于瞎说 我就等于没用 我提这件事情 很多朋友无法面对 这是我们自己生活的苦难 这是民族的苦难 我们的民族的苦难 就是八九六四十 让江泽民上台了 邓小平杀了学生 让江泽民上台了 进而出现了这种状况 没人喜欢江泽民 但人们喜欢钱 所以在过去的十年多里面 江泽民问声发大财 大国庇护掘起 这样的吹嘘的过程中 我们认为自己强大了 而同样在强大的外表之下 干了这种无法面对的罪恶 知识 你还不相信 我就曾经提到过 官方的数据自己说 换一个人杆 俩星期 换一个肾 一个星期 这不是咱说的 这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自己做的广告 这是第二军医大 自己做的广告 我就一直说 弄的那个肾 那是人的肾 那不是咱吃六腰花 那个猪肾 人都有四种不同的血型 我们单纯从血型上 如果你去对应的话 拿出一个肝要转在你身上的话 起码它得对上号 那它得有多少一个基础的数 来供应你一个人的这种肝脏的挑选呢 2006年中共官方说 器官移植两万多里 如果按照今天卫生部副部长说 主要的器官来自于死刑犯的话 当时2006年他不承认的 今天他承认了 来了死刑犯的话 你说那时候他得逼多少 就按一个人有两个肾全给出去 他一共移植了大概两万人 我们说那年枪毙了一万人 那等于一个肝都没浪费 一个肾都没浪费 而且血型都得对得上 有那么多O型的 有那么多AB型的 有那么多B型的 都得一号对一号 而且一点逆反反应都没有 你说对不对 那么着才行的 胡说八道 这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那就是说有两万人的这种移植 那下面的基数可能有十万人 二十万人 五十万人 咱们不知道 咱也没研究过 但是凭借咱正常的生活 咱就知道必须有一个大的基数 那数哪来的 网上有篇文章 就提到4月3号 封网之后 网络在开放之后 中国四大微博的这个网站上 都可以查到有关活摘器官的故事 那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文章的题目呢 叫大陆网络再度解禁 那胡温点江系死穴 文章上来就提到 百度等四大微博 解开放敏感词血腥的器官活摘 文章讲说 被封闭了三天的这个有关微博上 在第四天开放之后 突然在网络上 当你查询血腥的活摘器官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以下的内容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本身呢 就提到这么说 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器官移植之鼻祖 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院长 李磊时 于2010年3月16号 从南京市北京西路 14层的家中跳楼死亡 而早前在2007年5月份 当活摘器官的罪恶 在国际社会上暴露之后 上海第二军医大 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 42岁的李宝春 跳楼死亡 当时他就是在医院大楼里 跳下去了 在器官 在肾脏移植大楼上 跳下来的 没人解释为什么 我就还是说那句话 如果你天天去摘别人的肾脏 摘一个十万块 摘一个五万块 摘个杆十五万 你也是人 他也是人 而你明明知道他没死 你明明知道他是被扣下来的好人 你明明知道他没对你做过任何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你说那是什么人 可你又是个人 你说要不跳楼才怪 敢跳楼死的 我说多少还有点人的味道 他知道无法面对 没死的 今天还活着的 我就提到那点 随着胡锦涛 温家宝 把有关江泽民所控制的政法委系统 过去十年里所做过的恶事 披露出来之后 将没有人能够面对 而操刀者 做这种活摘的人 绝不是一个两个 牵扯的人一定很多 所以大家就等着 等着当这种罪恶被披露出来之后 共产党想留都留不下 在百度上和微博上 你可以查到另外一个帖子 那帖子是这么说的 3月13号 曾经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院中心主任 叫做卡普兰教授 他在费城医学院的讲话当中提到 使用秋图的器官进行移植 这有道德问题 如果在中国境内非法的使用秋犯的器官 而且是以需要作为杀人的目的的话 那本身就是惊人的罪恶 他说以需要作为杀人的目的的话 我给您解释一下 有一哥们叫杆 这杆没有 杆没有从哪找呢 就跑监狱里去找了 找着一个合适的杆 然后就给他判了死刑了 把杆拿出来 把人杀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 就应合了王立军的说法 王立军在锦州做官局局长的时候 自己明确讲 这样的器官移植案例 有几千里 当看到一个秋犯 他的器官被移植到其他好人身上的时候 几个好人身上的时候 他感到很感触 很欣慰 而那个秋犯是被他的定成的秋犯 而那个所谓的秋犯 没准就根本没有任何错误 而他所定罪的这几千名秋犯当中 又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呢 而在江泽民的体制之下 在当时薄熙来的控制之下 法轮功本身不就是秋犯的同意词吗 所以大家再想一想 这样的逻辑不是我说的 不是石涛说的 而是他们在操守的过程当中 真实的过去 真实的事情 他们钱也挣着 我问您怎么面对呢 大家看到这个贴子呢 是在百度上 当有朋友用王立军和活摘拿出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很多条款 有关王立军所参与的活摘器官的问题 那其中一个就是目击活摘器官的经过 是南京院校的论坛上贴出来的 整个通篇文章指出了在4月4号这一天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所以大家记得在我其他节目当中评论 31号上月31号到3号的微博的这种封锁 应该是李长春和周永康联手 要清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 到3月4号微博上一开进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对他更不利的内容 这不利的内容 直指整个江家帮的罪恶之源 他们曾经做过的邪恶的东西 是你我稍微有正常人性的人无法面对的 是那些曾经参与者的人 而自己的人性的一面迫使他们跳楼自杀的罪恶 其实还是那句话了 信不信由您了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上说 我觉得王立军这件事情呢 我说过天赐良机 大家想一想王立军一个人身上 这头他担着薄熙来 另外一头担着周永康 而他自己面对的呢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他一个人可以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一个人身上可以有这么多的证据 他不愧为今天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警察 他绝对是第一警察 他代表着整个代表的是今天这个体制本身的邪恶 而他如果直接对线上说呢 他就代表着是整个江泽民 在六四的学生的鲜血基础之上 所营造的这个体制之下的罪恶 而他的反叛 为了保护自己的反叛 我还是那句话 那叫天意 您说要不叫天意的话 什么叫做天意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咪尔丽 看看 咪尔丽 咪尔丽 可